Trip 只要你身上 你兩位有興趣 你跟父母住在一起嗎 那是問題嗎 電影情節中 男主角當個啃老族 還能譜出浪漫戀情 在現實生活中 恐怕很難實現 但想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買房子 恐怕更是難如登天 年紀在25到35歲的首購族 買房比例僅僅一乘五 且都由父母代付頭期款 再由子女自付貸款 想要自食其力買房子 幾乎不可能 我大概快30歲 然後我跟我先生加起來收入 一個月八到十萬 這個房子是靠父母幫忙 然後我們大概就只能幫忙 負擔裝潢費跟部分的家具 然後管線都要重拉 所以我們兩個人自負擔了 大概一兩百萬 S小姐跟丈夫育有一個孩子 在父母的協助下 住在台北市松山區的老公寓 雖然屋齡偏高 生活機能卻相當便利 但許多年輕人可就沒這麼幸運 就現階段房價是比較 處於一個高檔的狀態 可是因為所得沒有提升 對於一些年輕人而言的話 他的一個收入追不上 以政府的一個規劃來說的話 那很多的政策 並沒有非常接底氣 房價居高不下 想要買房真的好難 年輕人只想問 政府高喊的居住正義到底在哪 這有黃家瑋 官方君台北報導 好 不急 超級的 超級的 但是 超級的 超級的